透视易经解锁密码 大家好 欢迎收看产中说挂的实力解剖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先跟大家分享一个跟找工作有关的故事 以前有一只小猪四处在找工作 却没有一间公司愿意用它 有一天 他失望的回到家 很伤心的跟他的妈妈说 原来我是一只没有用的猪 没有一间公司愿意接受我 我真的是一只没有用的猪 我的同学都找到工作了 蜜蜂去做空中小姐了 蜘蛛在网络公司上班 黄银还成为歌手 就连鸡在家里孵蛋都可以赚钱 为什么我除了鼻子很灵之外 就只会吃跟睡 一点特殊的人力都没有 猪妈妈用温度的口气安慰小猪 乖女儿 你绝对不是一点能力都没有的动物 要相信上天自有安排 你看你面对这么多次的失败也没有放弃 这就是你的优点之一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只要是金子 总有一天会发光 妈妈相信 只要你继续认真的找 总有一天会出现肯定你才华的公司 到时候你一定可以像金子一样 发出灿烂的光芒 小猪听完妈妈的话 赶紧将眼泪都擦干 准备明天继续去找工作 虽然话说的那么好听 现实却没有那么的简单 接连被好几间公司拒绝的小猪 无奈的在树林里面散步 突然间他闻到一个很特殊的香味 顺着香味他来到大树下 后来小猪在树下挖到一种 名叫松露的珍贵食材 就在小猪毫不同意 才将买在地下一公尺的松露 挖出来的时候 刚好旁边也有一个人在找松露 他一看到小猪的才能 马上就对小猪说 松露长在树的根部 非常的珍贵 有的时候找好几天 都不一定可以找得到 但是你一闻就知道位置了 所以我们公司非常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请你来我们的公司上班 其实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 都有自己的使命 根本就不用跟别人比 只要好好的做自己就可以了 人生还有很多温暖跟希望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难走 只要方向正确 绝对都会比你继续躺在原地 更加的接近幸福 要相信自己所走的每一步 都是为了要走向更好的未来 1. 准备三个古铜钱 或是一般的硬币 图案的那一面代表着羊 文字的那一面代表着阴 调整自己的呼吸 让自己保持在一个平静的状态 然后把钱币放在双手的手掌心 在心中默念今天的月令日之 然后拜请福西 文王跟周公 指示你想要站问的事情的吉凶好坏 接着摇动手中的钱币 把钱币轻轻地丢到桌子上 由下往上记录直出的六个阴阳 请试完内卦 也就是下挂的三个阳之后 要再默念一次想要站问的事情 继续值钱币 完成外挂 也就是上挂的三个阳 补充说明 月令日之相当重要 因为它可以帮助判断吉凶 所以要自行去查询 万年力或是农民力 举例说明 国历111年3月18日 它的月令日之就是 任饮年回冒月跟五日 三 确定好日之之后 接着要将空王的部分找出来 日之是由十天干与十二地之组成的 两两一组配对一定会有两个地支 没有搭配到天干 这两个地支就是空王 例如 普挂当天是更五日 我们将天干和地支都配对好了之后 会发现 虚跟害两个地支没有对应的天干 所以是空王虚害 四 当我们在记录窑的阴阳时 要以少的为主 例如 三个钱币中是一阳两阴 也就是一字两图的话 就要记为少阳 如果值出的结果是一阴两阳 也就是一字两图的话 就要记为少阴 如果三个钱币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就要特别记号了 因为这代表有变卦 三个钱币都是字 就是老阴 都是图案 就是老阳 在变卦以后 老阳的部分会变成少阴 老阴的部分会变成少阳 在装六清之前 我们要先学会装地支 装地支的原则很简单 就是阳卦庄阳地支 阴卦庄阴地支 阳卦为前正砍更 阴卦为坤对离训 阳地支为子隐成五身须 阴地支为丑卯似味有害 有一点要特别注意 在装阳地支的时候 要从顺时针的方向 因为子是前阳之士 所以要照着子隐成五身须 这样的顺序来装 但是在装阴地支的时候 因为魏是昆阴之士 所以要从逆时针的方向 照着魏、似、毛、丑、害、有的顺序来装 从初摇开始 顺序由下往上 每一个摇位分别代表的地支 如下图 我们说过十二地支有各自代表的五行 从右下角顺时钟来看 亥子为水 银卯为木 四五为火 身有为金 剩下的丑、臣、味、虚都为土 佛有八万四千法门 来对治众生的烦恼 就好像一只卦 可以有非常多的面向 来解释众生的问题 有人曾经说过 人生就像是骑脚踏车 想要保持平衡 就要继续地往前走 生活当中的应退进退 都是学问 很多人为了生存 每天都很认真的在工作 在工作的过程中 会遇到各种的人以及状况 也会因为个性跟运势的关系 有不一样的体验还有领悟 今天就要以问工作为主题 来跟大家介绍一些 实际上发生过的案例 看是要如何透过一经普卦 推算出问题的答案 以及如何将我们曾经学过的解卦技巧 实际运用到生活当中 这只卦是王先生要问找工作的状况 先来看普卦以后得到的结论 根据卦相的显示 这段时间 王先生的工作运不是很理想 想要顺利找到工作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普卦的日期是 是人影年甲成月鬼是日空旺是五位 王先生普到的卦是水雷屯 洞初遥变水地笔 在王先生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 全世界爆发了新冠肺炎 对各行各业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也影响到准备要找工作的毕业生 王先生大学是读饭店管理的科系 原本他打算已毕业 就到之前曾经实习过的饭店上班 结果因为疫情的关系 饭店说要节省能力 就拒绝王先生的应征了 因为王先生还希望自己可以做自己的专业相关的工作 所以大部分的履历表都还是投给饭店或者是旅馆 不过王先生投出去的履历 十封里面只会收到一封的回应 而且结果都是不理想的 所以他才会希望透过普卦来知道 他短期之内可不可以顺利的找到工作 我们先来看四遥的部分 四遥做萤幕的子孙 子孙修求无根 子孙有轻松安逸 谈吐享受的含义 所以在工作方面 子孙辞世就表示王先生本能对待工作 不够用心 有心态散漫的状况 可能就是因为心态消极的关系 所以王先生的面试才会都不顺利 一直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问应真的问题 用神要看关鬼 应遥做虚途的关鬼 关鬼虽然是妄想 但是他跟阅定尘土之间 有程序充越破的情况 加上四遥萤幕的子孙 克应遥虚途的关鬼 子孙是继承代表爱玩乐的子孙 将代表事业经营的关鬼 克掉了 当然对找工作来讲 就会相当的不利 表示王先生在求职的过程中 会遭遇到很多的失败 初遥止水的兄弟 动未途的关鬼 回头克 关鬼空亡 这一样也是代表 找工作会很不顺利的意思 是要做生经的父母 父母望向跟日资 是火之间 是是生合的情况 父母组文书 父母合到外面了 就代表机会是属于别人的 王先生还是很难找到工作 总结来说 找工作的用神要看关鬼 在这只挂里面 应遥虚途的关鬼 跃破 初遥止水的兄弟 动化出来 未途的关鬼空亡 就表示王先生在短期内 恐怕是找不到工作了 再加上子孙辞世 子孙有爱玩乐的意思 这就代表 王先生根本就没有心 要认真的工作 也就是说 心态上面的问题 很有可能就是造成 王先生一直应生 失败的原因之一 大家学艺机 做人处事可安心 身体健康心安宁 投资求财必得力 一起学艺机 家庭幸福永同心 修行路上可见性 禅宗书卦节目护持账号 42274784 户名 十方法界基金会 这次挂是韩小姐 要问跳槽到别间公司 上班的状况 根据挂项的显示 新公司目前有经营上的问题 不建议韩小姐 现在跳槽过去 因为风险会很大 扑挂的日期是丁丑年 仁允月已有日 空王是五位 韩小姐扑到的挂是火峰顶 东初遥跟第四遥 便三天大序 韩小姐原本是在一间 台湾在地的保养品公司上班 她一毕业就来到这间公司 已经在这间公司上班七年了 但是这几年来 除了工作量有很明显的增加之外 薪水还有待遇都没有什么提升 前一阵子的人事调动 升迁的机会也是别人的 加上韩小姐看到当初 跟她同期进来的同事 在别的部门都已经升职当主管了 更加觉得心寒 才会产生想要跳槽离职的想法 刚好她的朋友知道 有一间外商公司在缺人 说可以介绍她去 韩小姐非常有兴趣 但是毕竟她已经在 现在这间公司七年了 七年内她累积了不少的人脉 而且工作的内容也很熟悉了 现在再叫她重新再来一遍 她难免会觉得紧张跟不安 所以才会希望先透过胡瓜来知道 跳槽到新的公司 对她有没有好处 问工作相关的问题 用神要看关轨 四摇做害水的关轨 关轨不但有日来生跟月令萤幕之间 还有六合、隐害合的关系 而且四摇的六寿做的是猪雀 表示韩小姐会因为人事竞争问题 考虑要换一份新的工作 再来是硬摇的部分 硬摇做未途的子孙 子孙修求无根海若空王 硬摇的六寿做白虎 白虎可以解释成冲突 如宅货跟大量的财务损失 代表韩小姐有兴趣的这一间外商公司 可能在经营方面有一些问题 硬摇未途的子孙 克四摇害水的关轨 表示韩小姐并不适合那间外商公司 不建议她跳槽 四摇有精的七才 动虚土的子孙回头生 柴摇虽然是林志成 算是很旺的情形 但是四摇的七才 动入粗摇 丑土子孙的墓 财新露丑木 加上代表财源的子孙摇 是修求无根的情形 所以我们可以推断 那间外商公司 目前的经营状况 是不理想的 有财务方面的问题 韩小姐若是冲动跳槽的话 恐怕会损失惨重 总结来说 四摇的关轨不但有日来生 还跟月定六合 表示韩小姐目前正在考虑 跳槽到别间公司 印瑶代表韩小姐想要跳槽的那一间外商公司 子孙不只是修求无根 海若空亡的状况 她的六寿还是做白虎 就代表那间外商公司 目前的经营状况很差 最重要的是 这只挂的柴肴 动入初遥丑土的墓 财新露丑木 对想要到另外一间公司 上班的韩小姐来讲 非常的不利 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建议韩小姐 还是要考虑清楚 千万不要冲动 这只挂是宋先生 要问跳槽到别间公司的状况 普挂以后得到的结论 是新公司的待遇 没有比现在的这间公司好 甚至到新公司以后 工作量会变得更重 以目前的状况来讲 不建议宋先生换工作 普挂日期是人影年 甲成月回四日 空房是五位 宋先生捕到的挂 是折地萃 动四遥 便水地笔 宋先生在工业区的一间 化工公司上班 他们的公司 不但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 反倒因为有一些工业用料 是他们公司生产的 所以生意非常好 每天都有处理不完的订单 虽然现在这间公司的待遇还不错 但是因为工作量多 再加上他家离公司实在是太远了 他每天六点就需要出门 快要到四点才能回到家 让他心理跟身体都非常的疲劳 所以才会产生跳槽的想法 客观来说 现在这间公司能够给宋先生的好处 其实是大过他的缺点的 所以宋先生才会那么犹豫 希望先透过补卦来知道 他到底要不要换工作 问工作相关的问题 用神就看观鬼 是要做是否的观鬼 观鬼 临日程是很旺的状况 表示宋先生本身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不用担心会找不到工作 硬要做有金的兄弟 兄弟不但是望向的情形 跟月定成土还有六合成有何的情况 兄弟是劫财之恶客 所以兄弟望向就代表 新公司的薪水还有待遇 其实都没有比现在这一间公司好 四遥害水的子孙 动身经的兄弟回头生 子孙代表轻松自由还有快乐 子孙修求无根 不但入月幕 还跟日支有四海冲的情形 化瑶生经的兄弟望向 跟日支四火之间还有四身和 兄弟也能够解制成竞争的意识 所以我们可以推断 宋先生若是去新公司上班 恐怕他的自由时间就会更少了 因为新公司的竞争很激烈 所以他的工作负担很有可能会比原来的更重 总结来说 四遥是火的光鬼 可应遥有金的兄弟 兄弟望会客财 代表实际上新公司的待遇并没有比较好 再加上四遥害水的子孙 动身经的兄弟回头生 子孙跟日支四海冲 子孙被冲掉就表示 新公司的工作量会比现在这间公司还要重 而且因为负担太重的关系 宋先生感受到的压力会比现在更多 所以不建议他跳槽换工作 这支挂是吴小姐要问回去原本的公司上班的状况 根据挂箱的显示 不建议吴小姐在回去之前的公司上班 因为有很大的几率会发生 待遇不好 以及工作量增加的状况 普挂日期是丁丑年 仁子月几亥日 空王是城市 吴小姐普到的挂是火地镜 动三窑跟第五窑 扁天三顿 吴小姐是体育相关科系毕业的 她本来是在一间羽毛球馆教孩子打球 但是做了两三年 她觉得自己如果继续留在这个地方 根本就没有办法发挥她的才能 而且未来也没有什么神迁的空间 所以她就决定要离职 这段时间她也做了很多份工作 有去学校当约聘的体育老师 去健身中心当教练 也有去别间球馆工作过 但是一直都不是很顺利 不是跟同事不合 就是运气不好 待不久 后来吴小姐有一次 跟之前那间羽毛球馆的同事 一起出去吃饭 对方说现在球馆要请人 问她要不要回去 吴小姐非常的犹豫 决定要先透过普瓜来知道 她适不适合回去上班 我们先来看四瑶的部分 四瑶做有金的兄弟 兄弟是修求无根的情况 兄弟有欲望跟竞争的含义 代表吴小姐的心理其实是有认真的考虑 要回去上班的 然后是印瑶的部分 印瑶做未徒的父母 父母修求 父母助辛劳 表示吴小姐的工作量会增加 会让她觉得非常的辛苦 三瑶 卯木的七才 动神经的兄弟 回头课 兄弟会去课七才 所以吴小姐都是回去上班 没有可能会赚不到什么钱 问工作相关的问题 用神要看关鬼 这只挂里面 最近有两个关鬼瑶 都是修求无根 还若空亡的情况 而且关鬼跟日之亥水之间 还有四害充的状况 代表这份工作 不适合吴小姐 不建议她再回去上班 总结来说 印瑶未徒的父母 生四瑶有金的兄弟 再加上三瑶的七才 动兄弟回头课 兄弟课才 如果吴小姐 再回去原本的地方上班 除了会有待遇不好的问题 恐怕工作量也会变大 后来吴小姐 联络那间求款 才知道对方要请的是柜台人员 而且不只要接待客人 还要整理环境 跟盘点库存 就连现场的商品 也是柜台人员要负责销售的 而且薪水还是基本工资 所以最后吴小姐 就取消要回去上班的念头了 离开原本的公司 到另外一间公司上班 甚至是直接换一个行业 其实都需要有相当大的勇气 因为你必须要放弃到目前为止 你所累积的很多东西 去挑战一个全新的未来 而且你能不能适应也是一个问题 尤其是超过30岁以后 有很多人都认为自己应该要稳重一点 不能再冲动行事了 但是稳定下来就一定会好吗 答案是不一定的 不过也不是说随自己的心意 任意变动就绝对是好的 人生本来就要不断的去做选择 对跟错成功还是失败 其实都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只要你愿意而且有能力为自己负责 那么你就应该提取勇气 去奋斗看看 毕竟没有试过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自己离成功到底还有多少路要走 以上就是今天的实力解剖 希望透过今天的解释 可以让大家更加的了解 如何透过一经来提自己指引方向 解除疑问 走进一经的世界 了解挂得运用 掌握自己的命运 让您拥有幸福健康的人生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